部長您禮拜二的時候 有陪同院長去金山那邊關心德鄉台北 整個油屋拆卸的狀況 那我其實今天要請教部長的第一個問題 是您可以看得出來 在夜間的時候 如果工作船在工作 在拆卸的時候 那它有燈光 旁邊的海域都看得很清楚 那這個是7月5號 你們那天離開了以後 因為你們是上午過去的 傍晚的時候 一樣的地點 一樣的角度拍了照片 部長你看得到德鄉台北在哪裡嗎 您覺得這樣會不會很危險 從岸上看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的了解他們這幾天應該都有人 比較船在比較靠近的地方 現場在做監督 也許他們距離比較近的話 對於這個狀況的掌握還是 應該可以讓人家放心的吧 我們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讓人家放心 這個是我們是浮標 在航路的時候 在海上要辨識 你大概要期待開船的人 你要再看下面是不是有障礙物 基本是期待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按照國際上面的規範 我們採行的是B系統這樣子 的航路標示的方式 一樣的齁 在航海手冊當中 每一個船長也都會被教育到說 你接下來船隻失事的時候 你在失事船的附近 你要放什麼樣子亮光的標示 才不會出現說剛剛這樣子的狀況 你再進夜間沒有任何的燈光 你要航行的船隻去注意 旁邊是不是有障礙物 我必須要講 那是期待不可能的事情 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才會有這些相關的規範出來 但是部長您知道嗎 在德祥台北貨輪旁邊去包圍它的 沒有剛剛那些任何的標誌 它有的只有什麼 它有的只有這個鐵桶 我都不太確定 如果是白天的話 可不可以期待他們去注意那個鐵桶 但是我可以確定的是什麼 確定的是 在夜間的時候 任何的人 他再小心再注意 你大概都很難期待他去注意 這個鐵桶 結果完全沒有任何的標示 那到底安全或不安全呢 他這樣提示 可以切換一下 那你先去 其實因為他會還是讓這幾個 訪問 選擇 那幾個字 照理說除了航船布告之外 他應該在附近施放燈光浮標 但事實上有幾個燈光浮標 那個燈光是失效 所以發生了這個漁船去撞到這個浮標 那昨天在影片會議上已經落入紀錄 要求他們去改善 而且改善完之後 我們要求要把照片寄給我們來做確認 好 我現在只簡單先問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因為沒有設置這個浮標 不管理由是什麼 有浮標但是沒有燈光 燈光壞掉了 一樣嘛 你有東西在那邊沒有燈光人家看不到 船撞上去這件事情航港局要不要負責 還是要漁民自行吸收損失 我們會協助來做處理 請問什麼叫做協助來做處理 我想他們提出訴求 我們會要求這個航港 你們有主動去關心嗎 昨天在營業會議裡面有談這件事情 對 我說你們有沒有主動去關心那個船東 我想可能是要他提出損失賠償 我們會要求得向公司 我必須要老實講啦 公有的公共設施的設置或管理有欠缺 你導致人家船撞到的時候 你們該負責任的就要負責任 那第二個是我希望政府機關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態度可以更積極一點 我到今天來開會以前 我再度跟船東確認 有沒有任何人來關心你的事情 有沒有任何人來跟你說後續要怎麼處理 有沒有任何人說要跟你提供協助 答案就是沒有啦 沒有啦 我想我們應該更積極啦 因為這個是得祥公司 沒有關係啦 第一個是你可不可以承諾 你們馬上會積極的跟船東聯絡賠償的事宜 我們會要求得祥一定要出面來處理 沒有關係啦 設置的是航港局設置的還是得祥設置 是得祥設置的 是得祥設置的 得祥事故船周圍他去設置浮標加燈光 那燈光失效造成這個事件 當然得祥要就他的責任 好那第二個是 航港局最起碼可以承諾 會積極的協助船東去求償對吧 是我想應該的 好沒關係 我接下來我對你們有很高的期待 我看你們的表現 千萬不要再讓船東說 出了這個事情以後 根本大家都不聞不問 因為一個捕魚的人你大概也了解 你要他去追那個程序 要去對那麼大的一個輪船公司 你真的要他情何以堪 我相信您可以認同這個說法 最後一點時間齁 第二個部分我簡單請教部長齁 華昂罷工 上一次交通委員會做了決議 要究責嘛 現在究責的進度如何 華航罷工交通委員會 究責好像不記得有做這個決議 蛤 所以是我搜尋的公開資訊全部都是錯了 交通委員會通過決議 那我現在是很簡單的請教 我也知道這麼短的時間 大概很難期待說 你們已經提起訴訟了或是如何 但是最起碼要有進度 那這件事情絕對不能就這樣子算了 因為這中間的過程實在是太離譜了 所以我現在先簡單的請教部長說 針對這個決議你們現在辦理的情況怎麼樣 我一定會定時的來追這一件事情 好瞭解 我想確實這個案子 我們現在大概只有把它當成是會議紀錄的處理 只有發函 但是我們怎麼樣的來要求華航這個事情 我們回去來積極辦理 雖然我不是交通委員會的委員 我還是幫交通委員會的委員講幾句話 這委員都已經做決議了 你把它當成會議紀錄好像 有一點還不夠積極 是不是請部長那邊 可以更積極一點 然後我下一次再到交通委員會來的時候 我一定會再問這一件事情 好的好的 好 謝謝部長 謝謝 好 謝謝黃國丹委員 登記執行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另做以下處理 委員葉宜金徐政衛 質詢另提書面補充意見 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